高温烤盘放上肉片逼出肉汁 时间刚好就翻面 中秋节应景烤肉 但是要怎么烤才不会又柴又难下咽 农业部用图文分享小撇步 像是五花肉烤到出汁就翻面 只需要烤15秒刚刚好 另外刷酱时机也是关键 开始先烤酱的话 我们在反复煎烤的过程中 比较容易烧焦 那也比较容易看到 大家比较顾意到健康的部分嘛 那所以建议是起锅前 在肉片起锅前 刷上一层薄薄的烤肉酱 不只色泽均匀 还能完整锁住肉汁 反观已经事先刷好酱的肉串 经过高温烧烤 局部外观变得较黑 你没看错 肉片上放的不只有奶油 还有冰块 饭店主厨亲自示范 透过高温瞬间加热 再加上盖子 利用蒸煮的概念 让肉质保持软嫩 同时又不失烧烤风味 而中秋烤肉也要来点蔬菜解腻 整根玉米生的烤 加上翻面时间 大约需要将近30分钟 才会完全熟透 想省时省力 可以这样做 将玉米切成段后 放入盐水烹煮 大约10分钟左右起锅 再放到铁盘烧烤 省去一倍时间 甚至吃起来还更甜 搅白笋也可以适用 盐水煮过的话 其实就是盐分 保持它的一个甜度 对那保持它的甜度 我们在煎烤的时候 保水性高的时候 吃起来就是味道 会比较甜美一点 会差到一倍以上 对因为一个生的 一个熟的 那你相对的时间 就是相对的拉长 中秋节家家户户爱烤肉 学会简单叫战守则 人人都能成为烤肉达人 三选菜中家 一台报道 烤炉点燃火种 碳块被烧得通红 食材放上烤网 滋滋作响 烧烤刷上酱汁 飘散香气 让人食指大动 国人最爱在中秋节 团聚烤肉 不禁要购买喜欢的食材 木炭怎么挑也很关键 我们用一般的 用一般的木炭 所以一般木炭烤起来 肉会比较香 有比较炭烧的味道 我们是用环保木炭 加传统木炭 这样烤起来是比较香 对而且比较没有油烟 烤肉时用不同的炭种 烧烤的美味程度 也会影响食材口感 现在来买的客人 会以炭精居多 因为大部分还是团体烤肉 会有很多人选用这个 没有味道的 比较不影响邻居 但是中秋加减 偶尔影响一下还是有的 实际比一比烤肉 常用的炭种 烧烤店常使用的炭精 耐烧 烟烧 衣物较不容易沾染烟味 但相对的缺少柴火香气 龙眼木炭燃烧力 蒙常用于被茶 红茶叶可以烘托炭烤香气 不过容易有爆裂声 会喷火星 背长炭质地坚硬耐烧 适合细火慢烤 只是价格偏高 红蔬炭则是最常见的 烤肉木炭 质地易碎 耐燃度较差 易爆火星 炎大 不过价格取胜 中秋环烤肉 不同炭种各有优劣 挑选适合的炭 能让食材飘香 还能增添柴火香 三立新闻事业会 陈炳豪台中采访报导